保护全国第一线医护人员 屏东县政府协助了三位医师 那么量产抗疫防护箱 手臂生产是1800套的优先提供给国内医疗人员来使用 今天24号就由县长潘孟安代表捐赠过去 为了保护第一线医护人员 在执行插管时不会被飞沫喷溅 三位专科医师自讨腰包研发抗疫防护箱 不只公开设计图让各国免费下载使用 日前也在屏东县政府的协助下 找到企业帮忙量产 而手批生产的1800套将优先捐赠给国内医疗院所使用 抗疫期间的防护的一个急救箱 不但可以保护自己医护人员 也让患者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结构 而且因地制宜 尤其针对医疗院所比较设备不足的地方 他们可以因地制宜 而且可以迅速快速地进去做抢救生命的工作 潘梦安表示抗疫防护箱代表的 不只是台湾医师为全球医护人员的安全设想 还有屏东与国家队站在统一阵线的心意 未来顺利量产 也可以提供给国际上需要的国家 造福更多人 记者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